违电影当到连警局的宣导片也赶这股风潮 高雄市人舞分局为了宣导交通安全 请来传播公司拍摄了一系列的违电影 还特别找来五位美女景花助阵当演员 连剧本也是分局长亲自操刀 让交通的宣导更加活泼 大家好 我是人舞电视台记者郑小荣 本台现在为观众朋友报道 未戴安全帽的城墙差距情形 特派记者连线又美又专业 不过这到底是哪家电视台啊 才刚说要看警察取缔未戴安全帽的情形 就马上有一台机车骑士被拦下 而且违规的民众讲话还那么大声 其实这一切都是在演戏啦 里面的演员全部都是高雄人舞分局的警察 为了宣导交通安全 请来民间的制作公司 帮他们拍摄一系列的违电影 还请来美女景花助阵 谈到拍片的过程 他们都说演戏好难 尤其是这祭台词真的不容易 这些美女景花不但年轻又漂亮 而且也充满智慧 像是这位远警陈千荣 四年前放弃就读台大的机会 选择警察这条路 今年也才23岁 演起戏来被同事说好像陈信瑜 对啊 所以喝酒不骑车 安全又保身 你要注意哦 这一系列宣导交通安全的微电影 还到高雄市好几个观光景点取景 剧本还是分局长亲自操刀 就是希望能借有比较活泼的宣导方式 让民众能够更加守法